你是爱吃炒饼 还是爱吃炒面 还是爱吃炒饭 我终于发现吃这个东西的灵魂之处了 人是连反而刚一顿不车的话 前两天豹子饺子没勺吃 这期咱们改炖大米饭 一旦好面 我就习惯这种面条的炒面 果价 这个面的干湿程度正好 入口不干 蒜末个得够 这味儿也到位 辣子少点 再来点粗 再给它搅拌一下 这不太好了吗 鸡蛋 这就是最普通的那种鸡蛋炒面 味道啊 口感啊 炒的都挺不错的 下极定 青椒 腊肠 黄瓜 手酥 太好了吗这不 好嘞 谢谢 拱包炒饭 这本身里面有一个炒鸡蛋 芽菜 牛肉 虾饼 大蒜 手速一定要快 这个我断走啊 这是牛肉炒饼 我感觉这个炒饼会成为今天全场最佳 所以现在到一晚还得是有肉 有肉这个东西就是像啊 有肉吃的就是不一样 它这牛肉都是那种煮好的牛肉 这切成小地儿了 给你们看看啊 这个溜馅了啊 这个也得来点辣子 也得来点粗 再配上那个大饼的那个香味 肉香味 哎 这就对了 赶紧尝尝通过这炒饭吧 都怪它吃没了 这种勺用着不让人着急 哎 拱包炒饭有点甜了 我觉得你这点过于甜了 不管是炒饼还是炒饼还是炒饭 做的都挺标准的 绝对能满足你对这三叉东西 改油的想象 最后弄完饭茄汤 绝对饭茄啊 没起工事 我终于发现吃这个东西的灵魂之处了 就是最后顺起的这口汤 金人小飞62元 OK 咱们下回见 拜拜